好,回到聖經徵讀 今節就是比較例外 不是講聖經的 就是講宣教策略 剛才講,我們講回頭 因為如果講集談 就會相對多東西 再講回 就是講回零到一和一到一百 我們做茶經的目的就是一到一百 一到一百就是令人成長 但是零到一就是令人順主歸主 我們今天就講這裏 我們之前都不是講零到一 是今節開始我們主力就是講零到一這個範圍 剛才就講到 在大學和中學這個階段 是相對較為容易做一個福音報道的工作 相對來說對一些基督徒出動出手 也都較為容易的 因為剛才還沒有講到某一些狀況 比如說在監獄啊 老人院啊 這些你是需要計劃的 你是需要有一個團隊去做 你才會進去的 所以這些是有點不同 我又可以在這裏做界定 剛才就講到這個就是關係到 需不需要有策劃 需不需要有團隊 這個團隊呢 就是需要有行政的 需要有人去在前面 要上市 在幕後要有人做規劃 要有人做開會 有人做行政 有人要做申請 這些東西呢 就複雜很多的 這個都雖然是報道需要的工作 但是呢 這個並不是容易 不是相對容易的範圍來的 好了 就是說呢 好了 是不是所有東西 宣教報道又不用策略 就這樣衝出去呢 這也不是 起碼呢 我在這裏做一個Define 就是不用行政先 以及不用申請先 這一步呢 就會相對較為容易 好 好了 剛才講到的年齡層呢 就屬於時間那部分的 那我們再講下一個字眼 就是這個地理問題 就是那個空間 就是時間和空間 就是宇和宙 宇宙 剛才講的時間空間 時間就是年齡層 空間就是地理 地理就是這個世界 好了 我們進入這個地圖先 好了 我們看到了 這個呢 就是地球 地球裏面看到的 叫做地理 或者是地域 按照這個地域的疆界 我們簡單可以分為就是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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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日本 東南亞 那麼這個範圍呢 就是其中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中間這一節 那麼其實呢 都可以分為三部分 都可以這麼說的 中東一個部分 非洲的部分 歐洲的部分 好了 那麼再另一邊 如果簡單點來講呢 你可以說是有北美 跟著是中美洲 和南美 那麼起碼可以這樣簡單來分 那麼我們講中文的嘛 那麼我們就回來這裡 好 所以我們呢 會看我影片的人 一定是香港人 跟著就是東南亞 台灣 一定是這個範圍 那麼跟著就是華裔 我相信是這樣的了 那麼所以我們呢 就是開始呢 進入這個範圍了 好 那麼我們講的呢 就是這個 地理這個範圍了 嗯 那麼 我們有 香港 台灣 中國 近的有 越南 柬埔寨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緬甸 孟加拉 印度 印度 印尼 那麼上面有日本 好 那麼我們呢 就從這些的字眼呢 我們抽它出來 但是首先呢 我們講幾個先 包括呢 就是香港 我們再放近一點點 把範圍再縮小一點點 我們要去面對一些現實的 好 那麼我們這裡呢 就已經看到 就是台灣 香港 澳門 中國 那麼好了 我們要面對現實了 我們準備來了 好了 我們來面對現實了 就是當我們打這個 鍵字 就是基督教比例 那麼然後在前面呢 加地點呢 那麼這個現實呢 就會走出來的了 那麼在Google上搜尋的 那麼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的了 好了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搜尋 香港基督教比例 那麼它第一個顯示的這個結果 就是這個人民網講的了 那就是說呢 2019年的數據顯示 香港基督徒呢 就包括了天主教加上新的 全部呢 大概呢 就有88.9萬人 這個數字呢 已經超過人口比例的10% 那麼 而各種的基督教會 小學 中學 大學 在香港 數量佔比呢 就是很大的 那麼香港現在呢 就有285個的基督教 和天主教的小學 235所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學 也都佔到呢 香港中小學總數的50%以上的 那麼跟著呢 我們已經看到呢 就是時代論壇 就講到 香港 究竟有幾多個基督徒呢 那麼這個是2018年的數據來的 那就是做幾年而已 我們可以去看看的 好了 那麼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上網找到的 不用 只是我都找到 好了 那麼它這裡呢 就講到 那麼 那麼 那 那麼 那麼 那 那麼 香港 新聞署每年出版的這個 這個 香港連報 就在2016年 那時候就 估算到香港大約有88萬人信奉基督 以2016年人口大約733萬人 約佔12% 包括約有50萬名的基督徒 即是說約有6.8% 和34萬人已經受洗的天主教的教友是5.2% 而當中竟然有16萬是菲律賓人 我們來看這個餅 這個就是市場策劃 市場策劃我們要看餅的分佈 這裡看到香港人口宗教分佈 資料取緝香港年報2016年級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 資料便攬香港的宗教設施 這裡就講到香港人口宗教分佈 沒有宗教的人是55% 佛教13.6% 道教也是13.6% 所以這兩個已經佔了香港很大的比例 要加起來就是大概是26-28%左右 這個%的比例 而只是基督教加天主教這兩個加起來 都是說12% 其他包括猶太教 伊斯蘭教 這些已經是相當小的數字 所以這就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 就是無論我們的教會幾多間都好 我們不如也來看看 我們的教會究竟有幾多間 我們在這裡找到 2019年香港教會普查報告出路 我們來看看 這裡說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會 5年進行的 2019香港教會普查 已經完成 並且於5月26日發行 舉行這個發佈會 這一次的香港教會普查 跟2014年對比 從四個向度 包括是增加、相約、放緩、減少 可以看到現時教會的趨勢 現在就是說 全港華語的課會 總共是13805間 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增加了18間 根據網頁上載的 2019年香港教會普查的簡報摘要說 增加部分包括 全港華語堂會 現時總共是13805間 較2014年增加了18間 而全港最多堂會 聚集在油漸旺、深水堡、觀塘區 可能這裏就是窮人又相對較多 人口又相對較為密集 好了 唐會崇拜場地 大約就是半數制為自治物業 而唐會的經濟來源 除了信徒奉獻外 就有服務收入、儲備、投資獲得的經費等等 亦都有猜傳孫教士工的經費支持 好 那這裏有些資料 我不要再講下去了 今次就是講教會 剛才講到幾個間 所以這裏就是 一千三百幾間 就是香港教會的數目 我們再回到剛才的人口比例圖那裏 好了 我們眼前這裏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無論我們那一千三百間教會裏面 幾多人 發生幾多事 我們面對幾多問題都好 我們回到這裏 就是信耶穌的人 還是佔非常之小的數目 所以 在聖經裏面其實都有講過這句說話 我們一找就找到 在勞家福音和馬太福音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要收的莊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結果都會相對較少 好了 講到這裏 在網上能夠找到的 講到這個全福音策略 就這個華里克牧師 華里克牧師 就是一個相當出名的牧師 就是寫這個標剛人身的那個 那裏面講到些什麼呢 所以第一就是要了解你想要贏到些什麼人 第二就是了解微信者在想些什麼 第三就是要專注在最容易接受的人那裏 而這裏也有個範圍 那裏就說呢 就是這個 對福音比較躺開的十種人 那我們就讀他出來 那裏就講到 第二次來教會的訪客 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而來 第二就是適合信主的親朋戚友 第三 離過分的人 第四 那些覺得生命需要復原的人 第五有新秀的爸媽 第六有自己或者家中有人得到絕症的人 跟著就是有嚴重婚姻問題的夫婦 跟著就是有問題孩子的父母 跟著最近失業或者有財務問題的人 跟著有剛剛遷入社區的人 跟著有剛剛遷入社區的人 跟著就是這樣也好 至少有一個正式的統計 所以我們也要在這些人裏 也都可以去出一些方向 所以我們去想一下我們可以怎樣做 跟著就是讓你的目標 就是決定你的方法 然後就是讓到 第五就是提供人們選擇 第六就是專注於你教會最近的人 那這個又是回到地域這件事 好 今節又講得長氣了 差不多十幾十四分鐘 我們待會回來再繼續講下去